大部分人在購買自行車之後 無論是為了要延續自行車訓練的強度 或者是只要有一個穩定的運動習慣 都會考慮購買一台自行車專用的訓練台 這樣隨時隨地不受時間、地點、天候的影響 都可以維持很好的運動品質 可是訓練台的等級以及功能有非常多種 應該要如何選擇呢? 一台訓練台最大的核心就是阻力器 如果沒有了阻力器騎在上面就會像是騎在馬路上 只是不斷的下坡 不同的阻力器可以有不同的騎乘感受 到目前為止訓練台分成兩大系統 一為傳統式訓練台 也就是輪胎會與阻力器摩擦 騎乘的阻力是透過手動或是訓練台原始設定的機構產生 讓騎乘越快時阻力越大 達到較為真實的一個騎乘效果 另一個系列是智慧型訓練台 大部分的智慧型訓練台 是要將後輪拆下 將鏈條直接掛在飛輪上面 所以也稱為直驅式訓練台 直驅式訓練台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它沒有與輪胎與阻力器的接觸 所以聲音就可以降低許多 騎乘時也沒有後輪在快速轉動 所以家中如果有寵物、小孩的 也可以放輕在室內騎乘 大家也喜歡稱為智慧型訓練台的原因 就像是智慧型手機一樣 所有的操作都可以透過各式的APP來執行 也因此不論是虛擬畫面的騎乘 到全世界各地騎乘 下載課表來騎乘 爸爸媽媽小孩選手 也都可以透過不同的調整 達到你想要的訓練 達到運動的一個效果 這也是為什麼這次這個產品 最近會被大家廣泛討入的原因